rex2 義者們 主 internal peace 歡迎來到恩典每日成修 在預備這次的成修時 我找了一些關於羊的成語 葫芦羊群 顺手牵羊 戴罪羔羊 盲羊拥牢 你还有想到其他人吗 这些成品都带出了羊的一些特征 包括没有方向感和防卫能力 容易受惊吓 又喜欢盲虫 甚至也多次用羊来描述我们遗嘱的关系 诗篇二十三篇就是其中著名的篇幅 我要和大家反思的一道题是 你还需要放心吗 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诗篇二十三篇是许多人很喜欢的诗篇 它很有具体的画面感 并且充满安慰人性的信息 大卫将自己比作一头羊 而耶和华神是他的牧人 展现出了他与主的密切关系 大卫以优美的诗迹描述了 他从牧人所得到的供应 保护和永生 耶稣也经常与牧羊人之称 更以羊群来形容跟随他的人 因人的行为和羊有许多相似之处 耶稣在耶和华十章十节说 我来了 只要叫羊得生命 比且得了更丰盛 耶稣允许保护我们这一般迷失的羊群 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更赐给我们永恒生命的福分 用姐妹 缺乏的确是我们很害怕面对的处境 特别是最近空祸膨胀的现象 我们感受到了物价整体上涨 钱却不够用的压力 然而 有了耶稣这位好牧人 你还需要担心吗 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诗篇二十三篇 诗篇一首诗歌曲 诗篇一首诗歌曲 作曲 艾琲和声明 她是我 灵魂苏星 为自己的命 引導我走一路 我雖然 行過死因的遊骨 也不怕 走海 因為你 與我同在 你的腸 你敢鬥安慰我 我一生 一世 必有安慰自來 隨著我 隨著我 我卻要 住在野花花點點中 直到 永遠 野荷花 你是我的母者 我必不知 缺乏 此刻的你是否正在面對缺乏呢 你要學習大文 認定耶穌是你的好牧人 與祂建立密切的關係 你就沒有什麼可擔心的 你讓我們起來祷告 親愛的耶穌 我感謝祢 祢是愛我們的大牧人 我們是祢草腸上的羊 我們就不知缺乏 不但有今天的功夫 明天 什麼也不缺乏 主啊 感謝祢 也許與我們同在 與我們同行 帶領我們這些迷失的羊群 進入永恆的國度 如此祷告 送耶穌基督的名 Amen 感謝祢參與今天的恩典 每日成修 鼓勵你繼續用時間讀完整章 也祷告 主赐於你力量 去遵行並活出祂的旨意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再見